它是如何发出声音的 想要弄懂唱片机的原理 我们要先明白声音是什么 初中物理课上说过 声音是由物体振动产生的 净由空气介质传到我们的耳中 声波推动我们的耳膜产生振动 我们才能听到各种各样的声音 既然声音可以推动我们的耳膜 那它同样也可以推动别的介质 它是一种能量 那振动既然可以产生声音 声音自然也可以产生振动 肯定有同学看过这个视频 博主朝着自制的唱片机发出声音 之后再转动这个装置 就产生了刚才它发出的声音 这其实就是唱片机最初的样子 如果放大唱片后 你能看到唱片上全是密密麻麻的沟槽 这些沟槽弯弯曲曲完全没有规律 其实音乐就藏在这些沟槽里 当我们想听音乐时 将唱片放到唱片机上 打开开关 电机开始带动唱片转动 这时候就是触及灵魂的动作了 把唱针放到转动的唱片上 声音就出现了 我相信有很大一部分唱片爱好者 喜欢唱片机的原因 就是因为喜欢将唱针放到唱片上 出现声音的那一瞬间 感觉很神奇 唱针的材料一般都是钻石 因为唱针的工作属性 就是需要耐磨 它是完全机械的工作方式 唱针在唱片的沟槽里来回摆动 带动针杆末端的金属位移 金属位移扰动磁场变化 产生电信号 电信号经过放大 推动音响 发出各种各样的音乐 如果你了解过唱片机 还会接触到立体声唱片机 就是能播放左右声道的音乐 比如左声道我拉个大提琴 右声道我搞个管分琴 有点懵了 这样的结构如何实现立体声呢 很简单 聪明的工程师 把钩槽设计成这样 左边的斜坡和右边的斜坡 互不相干 那针头设计上 也会有两个传动装置 一左一右 就实现了立体声 最后还有个问题 唱片是如何制作的 不能每个唱片都需要播放一遍音乐 通过撞针画出钩槽吧 那肯定不是 通常音乐录制后 会有一个母盘 工厂会根据这个母盘 直接用机器冲压出PVC材料的上片 这样在量产效率上 就大大提高了 这也是求送的知识 感恩三连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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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